汉皇刘邦被发配到穷乡僻壤 大火气的直骂娘 唯独军师乐口呛 还恭喜刘邦捡了个大便宜 这巴蜀可不是啥都没有的山高狗 而是个世外桃源 这几年天下大乱 只有巴蜀没为战火波及 刘邦瞬间转弄为席 不但乖乖收下了巴蜀 还借机把没人要的汉中也讨了过来 唯一头疼的就是员工不够 还缺个统领全军的大将 不仅要会练兵 还要懂谋略 更要有主见 不给刘邦添麻烦 没想到刚放出消息 就有人来应聘了 韩信认为大英雄往往自负 不愿意依靠他人的辅佐 所以只有在刘邦上下 自己才能尽情施展 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大人如果能回答我几个疑问 我可以考虑留下来 这种反效面是把萧和都问懵了 还考上我了是吧 但这该死的好奇心 还是让萧和忍不住想听听 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敢问 汉王抓了逃兵 不杀不惩罚 反而给钱给粮食 让他们回家 这不是败坏军纪吗 军纪败坏的军队 能打仗吗 能打胜仗吗 萧和当然知道这不合规矩 但入属道路险峻 条件艰苦 说不定半路就会摔死饿死 如果实在不想去 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至于给他们钱粮就更简单了 士兵是人 是人就要吃饭 要生活 在这蛮荒之地 放他们走 而不给他们粮食 等于让他们饿死 等于杀了他们 这就是汉王的仁慈之处 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韩信终于有兴趣见见刘邦了 没想到萧和早就看穿了他的套路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见大王 计划失败的韩信只好乖乖实习 却不料上岗第一天就闯了个大祸 蒙田算什么呀 二十万人打三万人 还恬不知耻的夸耀刺激 白起那叫打仗吗 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秦国的家底都给他拜敬了 项羽泛赃根本不值一提 你对秦朝名将的经历倒是很清楚 那当然了 一个毫无战绩的实习小兵 竟对天下名将不屑一顾 木空一切的高傲姿态 很快就引起了军事的注意 可他上班第一天就捅了个大搂子 这是什么 战士 你怎么可以把打过的杖 画在我的粮草图上啊 你以为你是谁 你是使官吗 不是打过的 是没打过的 没打 我是根据现在的情势预想的战士 可两张图叠一块 萧和都看乱了 旁边那片小树林呢 你看你画的乱七八糟的 萧和越看越心烦 干脆把粮草图重新画了一份 再也不理韩信了 韩信只好出去喝闷酒 一言不合还打了个架 队长很快就来抓他 却发现韩信的床下 竟然扑得全是竹简 足足有上百侧之多 但队长也不认字啊 就带着这些书简来找萧和 萧和一看才知道 自己挖到宝了 他赶紧把这些兵书送到大王手里 刘邦看了几份 也觉得这小子是个人才 就给他安排了个滚粮草的小官 但这个职位 却远远达不到韩信的预期 我根本就不该生下来 面对着蠢货笨蛋统治的天下 我来一趟多余 不料没过多久 他就有机会大显身手了 让我押送粮草 这有什么难的 几个士兵就能完成 萧和却告诉他 这一万三千斤粮食 都在远处的几个村落 虽然只有三十里路 但却崎岖难走 最平的路也只能通过 装载两三百斤的小车 而且只有十几辆 还必须在五天内送到 能分别运达吗 不能 如何分散收粮 如何集中上路 都听你的 敢接令吗 韩信得令 预期不能复命 运回粮食不足 力斩不设 诺 整整一万三千斤军粮 却只运回不到一千斤 后续的粮食何时到达 都在这了 都在这了 那别的粮食肉到哪去了 没等韩信回答 通讯兵就传来急报 说刘邦已经率大军开拔 让萧和在天亮之前 务必将粮食送到 三十里外的站点 可萧和上哪弄粮去 就算他有 这么短的时间 也根本来不及 萧和急得焦头烂额 而韩信却在一旁悠闲地休息 原来他早就根据 最近的路况和天气 分析出了行军的最佳路线 已经提前把军粮 运到了指定地点 这波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的神操作 彻底惊呆了萧和 也惊呆了刘邦 但刘邦却并没有急着重用他 迟迟无法转正的韩信 终于失去耐心 离开了大营 萧和听说这事 赶紧开上最快的座驾 一路狂追 没想到韩信还挺开心 因为这正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但他宁愿死在这里 也不想默默无闻地回去 除非能当大将军 萧和立刻跑回睡帐 却发现刘邦正在 津津有味地读韩信留下的兵书 还夸他追得好 刘邦怎么也没想到 萧和会这么看重这个小兵 他就是再有才 也不能一上来 就把全军的身家性命 都交给他呀 这个人我们终究不太了解 他万一是赵阔呢 不行不行不行 我觉得他能行 我用性命为他担保 我抱他一辈子